為了配合電動方程式賽車 中環海濱今晚開始實施風路措施 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星期六首次在中環海濱舉行 今晚起中環一帶陸續風路 隆和道、文耀街、文光街、耀星街 和文牆街部分路段等會封閉 直至下星期一清晨6時才會重開 附近的巴士路線亦改道 主辦單位會在賽道附近天橋和行人路 圍上布幕 警方不建議沒有買票的市民沿途觀看賽事 如果沒有買票的市民 其實最好不要去 因為其實你去到大部分地方 你都是看不到 其實在很多年之前 有一次Formula 1的時候 都試過有市民 看看要爬上去 管理公司的職員是叫不回去下來 從而報警叫我們去幫忙 其實我們是不是不想去看 不想市民去看 不是 而是他站了上去看 坐了上去看 無論對自身 對其他人 都會有機會構成很嚴重的傷害 警方評估公眾活動風險屬低水平 賽事期間會安排足夠警力 香港電台記者 在朱石君報道